大家好,欢迎来到私赞数码 本期我们来看看外媒关于50系列显卡最新消息 随着NVIDIA即将发布下一代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 市场对于新一代显卡的定价和性能有了越来越多的猜测和讨论 最近从澳大利亚零售商储泄露的定价信息显示 RTX5080的预计零售价格可能达到1500美元 这一价格相比于上一代RTX4080的1199美元 出现了显著的上涨 根据信息,RTX5080的售价有可能接近1739美元 这一涨幅不仅在预算上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同时也让NVIDIA的Blackwell架构显卡成为了今年显卡市场的焦点 RTX50系列显卡的价格上涨背后有着不小的原因 首先,RTX5080将采用更为昂贵的GDDR7内存 这种新型内存不仅提供更高的带宽和速度 而且其生产成本也比之前的GDDR6X内存更高 具体来说,RTX5080预计配备16GB的GDDR7内存 支持32GB的速度,这将大幅提升显卡的带宽表现 尤其是在4K和高帧率游戏中能够带来更为流畅的体验 相较于RTX4080的23GBS GDDR6X内存 RTX5080的GDDR7内存无疑将在性能上带来显著提升 除了内存的提升外,RTX5080还在核心配置上进行了升级 采用了GB203 GPU核心 这一核心将配备更强大的图形处理和AI加速能力 使得RTX5080在渲染、机器学习等任务中表现更加出色 这些升级意味着RTX5080不仅在游戏性能上降有不小的提升 还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AI和图形处理需求 尽管RTX5080的价格上涨了 但这并不是NVIDIA唯一引人注目的新产品 据透露RTX5080的首批显卡将来自多个品牌 其中ASUS的DUO系列有望率先发布 这款显卡可能会采用三风扇设计 定位为中高端型号 但其价格仍可能突破1500美元 无论是RGS Tri-X系列还是DUO系列 这些显卡的定价都表明 NVIDIA的新一代显卡将面临较高的价格区间 尤其是考虑到新型GDDR7内存和更先进的GPU核心等因素 与此同时 关于RTX5090的消息也持续流出 根据泄露的资料 RTX5090将采用比RTX4090更大的PCB设计 并搭载16加6加7的电源向位设计 这一设计显然将提供更高效的电力分配 提升显卡在高负载下的稳定性和性能 此外 RTX5090将搭载32GB的GDDR7内存 TDP功耗为600瓦 预计将成为市场上最强大的显卡之一 预计RTX5090的定价将从1799美元起步 但随着生产成本和关税因素的影响 其售价可能会接近2500美元 随着NVIDIA和AMD在下一代显卡发布前的紧张备货周期 市场对定价和供货的关注度不断升高 美国政府可能实施的40%关税政策 让NVIDIA和AMD不得不加速出货 以便避免这些关税对零售价格的影响 如果关税最终落实 显卡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 可能会推动二手显卡市场的需求增加 虽然目前关于RTX50系列显卡的定价仍为最终确定 但根据各方的预测 RTX5090的价格预计会超过2500美元 这一价格区间无疑将使得消费者在选择时需要更加谨慎 对于那些希望购买顶级显卡的玩家来说 RTX50系列无疑将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产品 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为其强大性能支付更高的价格 NVIDIA的RTX50系列显卡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价格上 都预示着显卡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CS2025的临近 更多关于这些显卡的详细信息可能会陆续公布 无论如何RTX50系列的推出将为未来几年的显卡市场注入强大的动力 同时也将考验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